師傅細心打發新鮮蛋白 再加上奶油 麵粉和甘蔗糖等配料 最後放上烤盤 沒多久蛋捲就出爐 這是來自南投之名蛋捲工坊 過年這一段期間 我們這一組50%的一個禮盒消毒 每到春節蛋捲定蛋量加倍 業者說不含預定現場一天 就能賣出20盒 只是近期含流來襲蛋機下不了蛋 以讓大量用蛋的蛋捲店家成本金金漲 店長說每到春節期間 用蛋量會比平常多5-10倍 近期蛋價漲成本就多10% 整體來說成本增加15-20% 但自行吸收不會反應給消費者 春節伴手禮邀勾氣派還有業者 是推出像這樣子的巨無霸蛋塔 使用的蛋量更多 但碰上了蛋價調漲 當然成本也跟著提升 以正常蛋塔來說 一顆月用一顆蛋 而9寸巨型蛋塔 則是要用15顆蛋 再碰上春節蛋量使用更多 一個月大概用的雞蛋大概有6萬顆 6萬顆就大概用 平常一個月大概用30萬的雞蛋錢 所以漲了這兩塊就很有感覺了 近期蛋價漲成本跟著漲 同樣得自行吸收 只是天氣冷雞蛋產量減少 蛋價已經連續兩週調漲 週一開始蛋價產地價42.5元 批發價也漲2元變為52元 北市單商工會就說明 主因是低溫導致蛋機下不了蛋 再加上市場幾年前用蛋量大 才導致蛋量供不應求 但這次調漲不像去年蛋荒 民眾不用恐慌去搶蛋 TVN新聞羅宋張慧仙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